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里叫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11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担保诈骗 什么叫担保诈骗呢 这个是职业打假人王他发的一个微博 他这个微博说 有一个叫李素芬的广东上尉 他在查人民银行真信的时候 发现李素芬竟然显示有3.96亿的贷款 据这个李素芬说 他本人毫不知情 未经本人同意及签字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的摊上了3.96亿贷款 这个真是叫人在家中做贷款天上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看一段视频 我被无缘无故 背上了3.96亿元的巨额债务 我叫李素芬 广东上尉人 我在人民银行查信真信时 发现我的银行真信上显示 竟然有3.96亿元的贷款 在本人毫不知情 未经本人同意及签字的情况下 不明为上海理业公元店 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华日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我们是从来没有签过 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人没到过场 完全不知道 这是贷款公司 上海理业公元店管理有限公司 之后它这是第一笔的贷款 4.4950万 这个是第二笔 七十万 这是在三十六号第二笔 这第三笔发放的是四千七百万 四千七百八十万 四千七百八十万 三十五号了 这个是四十七号发放的三千三百一十万 这第五笔 五月十四号发放的两千九百四十四万 这个五月十五号发放的三千二百零三万 这第七笔 五月二十四号放的三千七百四十二万 这第八笔 七十一号发放三千一百四十七万 这第九笔 八月六号 一千七百六十五万 这第十笔 第十笔是放到这里了 八月七号发放的 三千九百八十九万 请求上海市公安局 营监局等相关部门主持公道 为本人做主 恢复名利赔偿损失 惩罚相关犯罪分子 根据这个视频所显示 这个叫李素芬的这个人 他是莫名其妙 为上海理业供应链管理业先公司 一笔银行贷款 三点九六亿元 做了担保 那他这个是个担保债务 但是呢 他本人又坚称 他完全不知情 没有签过字 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为一个担保债人 怎么就莫名其妙背上了三点九六亿的这个贷款 这个李素芬啊 他说啊 该公司银行非法使用本人的身份信息 运用违规违法手段 虚假 骗贷 涉嫌巨额诈骗 已向警方报警 请求上海市公安局 银监局等相关部门 主持公道 为本人做主 恢复名誉 赔偿损失 惩罚相关犯罪分子 这个里面我来谈到我的看法 怎么就人在家中做贷款添上来 首先一个 根据他的说法 他已经向上海市公安局 银监局 已经去报案 这里面第一个 我可以肯定 银监局 能管的是你这个贷款 对不对 符合不符合国家政策 比如说这个贷款是不能进房地产 你给房地产开发商贷 作为主管行业 他可以纠正 他要罚这个银行 比如说供应链金融 这里面有没有违法 他是从行业角度来管理这个事 所以啊这个银监局啊 恐怕给不了他什么解决办法 也给不了他什么方案 他只能找公安局 但是他也没有说上海市公安局有没有受理 他只是说他去报案了 那上海市公安局答复他的 对吧 是登记了 还是受理了 还是说还让他回去等消息 如果上海市公安局不受理这个案子 那他也很麻烦 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完全可以不受理这个案子 就是我说的是 他是本能啊 因为他可以把你这个算成一个叫民事纠纷 你看银行还在呢 这个贷款的公司也在呢 并没有跑 对吧 也没有说把这个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把它占了 怎么样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啊 这个警方他很有 他就不倾向受理这种事情 他会建议你去起诉 你这不就是一个纠纷吗 对吧 银行说你担保了 你说你没担保 那你就去起诉 好 那这个李苏芬啊 十一万九啊 恐怕要去法院起诉 那在起诉的过程中 李苏芬就主张 对吧 你这所有的担保的这个合同都是伪造的 我可没有签个字 那法院他就会组织鉴定 你到底签没签字 如果鉴定出来 你签的字 那你得承担 如果鉴定出来 你没有签字 那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那法院他就要选择 把这个案子移送公安机关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诈骗 就是骗贷 至少骗贷是肯定是有 因为伪造签字嘛 当然这个骗贷的 这个责任有多大 这个可不好说 因为他只是担保 所以这个又在法院 移送 就发现这个违法犯罪线 他移送还是不移送 这在法院 如果法院判令 这个合同无效 因为这个李苏芬 他就没有签字 那你这担保合同无效 如果是李苏芬签的字 那你这担保合同成立 但是从这个李苏芬角度来说 那是作作失失 贪任事 因为无论他是去公安局报案 还是去法院起诉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说你好好的 贪任这么个事 你要不处理还不行 不处理万一这个贷款还了 对吧 这个上海里业供应链公司 他爆雷了 他还不起这个贷款 那你担保人 你担保人还的话 那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3.96亿啊 你还得起啊 但是这个李苏芬要处理的话 也非常麻烦 就不处理不行 你风险很大 处理的话也很麻烦 麻烦在哪呢 刚才说了 你去报案 警方倾向他这个民事纠纷 让你去打官司 你打官司吧 就入到个大文 这3.96亿 你起诉肯定说 起诉这个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这个律师费 诉讼费 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字 不会便宜 虽然你有把握的打赢这官司 但你也得先垫钱 对吧 你要请律师的话 这律师费你自己掏 这个诉讼费 谁输了谁掏 那你得先垫 恐怕也得几百万 还耗时间 所以你说这个李苏芬 是不是贪上事了 具体的这个假担保 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谁也说不好 对吧 因为只有一番的说法 我以我的这个经验 我个人推断 我觉得这个事情 没那么简单 这个银行上班的人 银行贩贷款 担保 它只是封控措施的一步 对吧 它那主要的封控措施 肯定是有抵押 或者其他的一个措施 你担保人的担保 那只是一部分 这是叫增性措施 应该不是主要的一个 封控措施 换个说法 说简单一点 如果上海理业 这公益量管理一些公司 它只是通过 这个李苏芬的担保 没有其他的东西 就李苏芬担保 然后他就能从上海 这个华瑞银行 贷3.96亿 你说说怎么可能 又不是马云 就马云担保 那银行也得查一查 马云名下有多少资产 够不够 所以说一定有其他的增性措施 那这个李苏芬的担保 只是这个叫什么刑事之音 有的银行贷款就这么干 对吧 明明有抵押 完了之后 他认为抵押不够 然后要求这个公司 要么你自己 法人提供无限连贷责任 要么就是找一个公司 再来担保 那个公司担保的 人家还也得查增性 查那公司的资产 也看那公司的资产负债品 一大堆的财务数据都要看 完了之后 还要法定代表人 签无限连贷责任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要签无限连贷责任 甚至法定代表人的媳妇签 就是比如说盆大 从银行贷款 那肯定是要徐老板签字的 你得签无限连贷责任 徐老板签完之后 他老婆订阅美写的钱 那就是防止你到时候离婚 把这钱倒出去了 倒到你老婆家 你这不逃避债务了吗 银行 中国的银行 发贷款都这么发 不要说银行 信托 私募 金融机构都这么干 大家可以打听打听 公司老板 法定代表人 肯定的签无限连贷责任 这个其实简单啊 这就防止你进行债务转移 财产转移 逃费债 公司是公司 法人是法人 好 我以公司的名义 贷款十个亿 然后把这十个亿 倒到自己口袋 然后公司还了 穷了庙 富了方丈 然后是公司贷款 跟我也没关系 你把公司破产 那你就是银行干嘛 所以银行必须把这个 实际控制人 你得签无限连贷责任 你签了无限连贷责任 还不行 你到时候 你把钱转过去 你导给你媳妇 然后你们俩一离婚 就许老板玩的这一套 那你不就 现在是把这个财产转移了吗 也不行 所以让你媳妇也得签 无限连贷责任 就是到时候 钱要不回来 就找你们俩 所以说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李素芬啊 要么就是 他是某家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要么就是 他是法定代表人的媳妇 好了 这个上海李业 供应链一线公司啊 跑到上海 花瑞银行去贷款 其他的手续都有啊 现在就差 相关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来签 无限连贷责任 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这个李素芬 要么自己是法定代表人 要么是法定代表人的媳妇 他不知情 那估计 有人替他签字 或者有人把他的签字 给他复印了 或者是 有他的授权 这是第一个 就这个事情 一定跟李素芬有关系 不可能说 他跟这个 一毛钱关系没有 然后人家银行 深深把他拉过来 说你担保 你扯不上 对吧 银行也做不了这事 银行不可能 就路上拉一个人 说你来 那家公司要贷款 你来给他做个担保 对吧 这个过于离奇啊 一定是有关系 那李素芬这个人 本人恐怕是不知情 但是有人就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知道啊 这个事情 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这个签字 不是说你在合同上 签个字就完了 银行的贷款 你看那个视频里面 说了多少笔 首先你签合同的时候 你这个签字啊 银行要过他的那个系统 对吧 你第一次签的字啊 在银行系统里留下了 你以后所有签的字 他都要比对 你要对上了才行 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 因为我以前就遇到这情况 而我们公司那个账号 好像就先太长了 有磨损 第一次在银行里 留的那个硬件 以后签合同啊 你还得用原来的账号盖 原来账号盖 因为它磨损了 所以盖了是 每次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银行拿回去 过的时候 就是过不去 过不去又跑回来重盖 重盖拿回去 过又过 又拿回来重盖 当然盖账号 还有签字 老板签字 两次字签的不太一样 又回来重签 而每次都跟他说好 你最好签的跟第一次差不多 你千万别乱想 放飞自我 那签那个字 跟第一次出入比较大 又过不去 系统过不去啊 这个银行上班的人懂 他签担保合同的时候 要签字 要过那个银行系统 完了 每放一笔还得签 所以说 他看他放了六七笔 那都不签六七回 所以这个事情 银行呢 肯定有问题 至少没有勤勉进行 说严重一点 那就银行有内顾 就是为了这笔贷款 他们后面 就是走个形式 意思下就完了 但是作为这个 李苏芬那时候 他就是受害者 平白无故的 背上这么一个债 万一你这个上海 理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爆雷 那这个李苏芬就完了 这个债背上 一辈子吸不清 所以我分析啊 大概率 是李苏芬 他爱搞的这一处 第一次签字 恐怕就是他贷签的 拿着身份证去 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些老板在外面 签合同的时候 需要家属签字 他都是贷签 你一贷签 这个李苏芬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以后他都是贷签 担保协议也是贷签 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第二种就是李苏芬 恐怕当了哪些公司的法人 这种可能性 以前拿到身份证啊 去做法人 完了之后 他那个字也是贷签 办业务的人 顺手就办他签了 以后都是他贷签 大家记住了 这个贷款人不是李苏芬 贷款人是上海 李业供应链 也就是公司 李苏芬他只是作为 要么是法定代表人 要么是法定代表人的妻子 而且还是淡保公司的 其他第三方公司的 所以说你要说这个是骗贷 似乎啊 就比较勉强 你也可以算是骗贷 也可以算不是骗贷 因为那个钱 在上海李业供应链 管理一线公司那账户上 那个账户恐怕还在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 那开的 还在那监管 给你放一笔贷款在这 你花 人家还在看你花哪去了 李苏芬 他是一分钱拿不着 淡保公司也拿不着 虽然他这个手续有瑕疵 但是他那个钱并没有 这吧 流向不明 那你说他骗贷 这个也张不住脚 但是也可以算骗贷 所以这个事情 就纯粹看 金针部门怎么定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作为韭菜啊 为了防止出现 像李苏芬这种情况 这这只非来很火啊 你先洗刷自己 自证清白很难 不太容易 所以你就得从头防范 什么叫从头防范 第一个 你要当法人的话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有些特殊情况 对吧 要当法人 那你记得搞清楚 让你当法人的这个人 信誉怎么样 然后当的公司 注册资金是多少 如果是认缴20亿 认缴50亿 我告诉你 这种公司就算了 10月8月9月要骗 如果这公司 实缴1000万 实缴2000万 实际缴的 那这种还行 对吧 你要认识老板 他是迫如无奈 需要法定代表人 那你记得小心 对吧 第一次签字 一定要自己签 留的硬件要自己 这样的话 以后他所有的签字 他必须你签 你不签过不去 所有的担保合同 所有的其他的债务合同 你都要看 我说的是 被不掉的情况下 你最好不去当法人 我以前就当过 你要知道 给一个集团公司当法人 那下面十几家公司 那都是法人 签合同都签得手软 但法人一个好处 他踩不掉你 他踩你 那很麻烦嘛 但法人存在 就是代值 就是法人 签字需要你签 所以说第一次签字 一定要你签 只要第一次是你签的 后面 他就必须用你签 你不签过不去啊 所以我建议啊 就是作为韭菜 你这个法人这个事情 最好不要干 如果实在摸不开面 没办法 那你看这个人幸运 这个幸运不错 你帮个忙 但那也不注意 就是说第一次签字 你要签 完了后面 作为韭菜啊 你得知道你另外一半 比如你老公 或者你老婆 你媳妇 因为在外面 替别人监法定代表人 如果监了 说不定哪一天啊 也是非来横货 说了说去啊 就是看幸运 银行啊 只要勤勉竞责 他这不可能乱放 没那么容易 因为银行的风控也挺严 现在一笔贷款收不回来 他都是终身负责啊 而且不是一个人负责 那一条线 对吧 十来个人公共要负责 你说不可能 因为你啥也没有 让你担保 你担得起那三个亿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人在家中做 债从天上来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第二倍啊 大家都这么干 结果偏偏这家公司 还真爆雷了 那作为担保人 担保的公司 你就跟着后面倒霉吧 所以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 爆雷的公司越来越多 你也不知道哪家公司突然就爆雷了 所以最好是不担法人 如果担的话 你也知道这家公司 他不借购 对吧 他没有银行业务 他也不借钱 也不贷购 他就是一千万注册资金 然后买进卖出 这种公司就付钱就不大 他也没有融资的需求 所以说 说来说去就是要注意 要警惕 现在形势不好 很容易就把你陷进去 如果实在破了面子 没有办法 那你就得好好的审视一下 这网上不有很多这种 专门悲债的 悲债就是这个道理 老太的七八十的或者六七十的 去当公司的法人 然后拿这公司就录贷 录完贷款 你想想 这公司贷款 不可能每次都让这个老头老太的去签 所以他一定是贷钱 第一次怎么样贷签成功了 以后就是贷钱 他们都有办法 这个录贷款 银行一定有内贼 有内鬼 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这个李素芬啊 还是好好查查身边的人 好好想一想 身份证借过谁 自己降杠杆 自己去杠杆 自己死活不贷款 结果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有人替你待会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 所以说啊 这韭菜是房不胜房啊 关键是韭菜维权成本还高 所以啊 跟着我 这个跟银行打交道 这么多人的经验 我推测 这个李素芬啊 不是那么无辜 很有可能是有隐情 他隐藏了 这个很有可能是纠纷 就是任何一个银行 三点九亿 他不可能那么丧心病狂 说就是在这个 签字的人不到产的情况下 他敢这么玩 我经历的啊 银行放贷款 那是要三个人 他一个是贷款部门 这我名字不一定记得住啊 他一个贷款 还一个什么部门 三个部门 现场是要拍照片的 要留痕 完了之后 签字的人 签的时候 还在手指着字 这都是我现场经历的 这我想想 这是银行的标配啊 哪个银行都差不多 就是大同小异 这不是信贷员 一个人跑去跟你签合同 签字 但是 这也就是三个 三个人 而且是三个部门 他不是一个部门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难以想象 他哪一个人不在场 对吧 仅仅拿一个文书 上面签了字的 所以我觉得 我倾向这个李素芬 恐怕很多东西 他不愿意说 实际上是个纠纷 他报警 他找银监 恐怕是 他跟利益相关人 发生矛盾 解决不了 那就掀桌子 这个我想啊 这个职业大甲人 汪海 报的这个料 恐怕应该不会浪文 过一段时间 恐怕有新的消息 咱们可以密切关注 看看咱们说的对不对 皮裤掏面 必有缘故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